大家好我是Song的調教室的哲联 近幾年各種以愛情為主題的實境秀 真的是多看不完 造福了我們這種社會以及人性觀察家 讓我們總是有好劇可以去追 不斷有機會可以以上帝視角來評論跟分析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來分享 Netflix製作的一部愛情實境秀的最後童疊 不結婚就拉到 只能說這齣實境秀的節目實在是太考驗人性 也太drama了 讓人忍不住一集接著看下去 也難怪全世界各地的觀眾都看得如此爽快 今天要跟大家來介紹 是美國版的第一季其中一對情侶的故事線 這一對組合就是Kobe跟Madeline 由於他們兩個人的故事戲劇長力實在是太高 因此網路上的討論聲量也不小 網友砰擊的力道也都是開好開滿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對於情侶有很多值得討論之處 那有看過這部實境秀的人 應該也都知道他們兩個最後的結局 我們廢話不多說趕快進入主題吧 基本上最後通緝的概念就是讓多對的情侶 在經過節目安排的考驗之下 之前決定該往下一個階段邁進 也就是結婚 又或者是直接分手 這些情侶的共同之處 就是在其中一方都已經準備好跟另一半結婚 並且向對方發出了最後童疊 而另一方則是對於是否還要許下結婚這個承諾 還猶豫不決 在節目的一開始 情侶們就必須分開 各自恢復誕生的身份 並且與其他參加者聯誼交流 每個人都必須在幾天內從別的情侶中選擇一對對像 並且同居三週 三週過後 所有的參加者會恢復原情侶的身份 並且同居四位 另外三週的整個體驗結束之後 製作單位會安排 每對情侶各自求婚的階段 也就是在此時 每對情侶將會做出他們是否要結婚或是分手的決定 故事的開始 Coby跟Madelline表示彼此是大學認識的 兩個人交往約一年半 當時Coby跟Madelline一見鍾情 他還表示在節目參加前就已經準備好 對女朋友求婚了 這個男人想讓他的另一半知道 作為他老婆這個位置非他莫屬 而他也是他需要的那個隊的人 因此這對情侶來說 是男方向女方發出的最後童疊 在兩個人一起訪談中可以從眼神交流 肢體觸碰等 看出很多這對情侶非常恩愛 但也因為感覺還是男方愛著女方比較多 女生對未來抱持著不確定的態度 的確這部分也可以從兩個人單獨的訪談中看出端影 Madelline在個人的訪談中表示婚姻是個很重大的決定 她不確定自己是否準備好承諾了 也時常好奇跟別人在一起實施怎樣的感覺 說到這裡 在拍攝此時節目時 Coby當時是25歲 而Martin才24歲 其實以女方還如此年輕的年紀 未來跟其他異性發展的可能性 感到好奇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男方在個人訪談中表示 她已經到了想要主持一個家庭的階段了 自己也值得對方的承諾 並且全心全意的對待 如果最後女方還是不願意給予她所盼望的 那她已經準備好放手 要去尋找能夠理解 並且與她的目標相同的人 到了每對情侶回歸單身前一刻 這對情侶在房間對話時 Coby說她希望 Madelline能夠得到完整的體驗 無論最後結局是怎樣 我們都需要做出對於自己最好的選擇 Madelline在這個時候 似乎意識到這個體驗的真實性 並且開始對於即將發生的事情感到擔憂 她說自己有喜歡Coby在身邊 也無法想像過著沒有她的生活 對於她必須要經過這些 她感到害怕 但如果不這麼做 她就會失去她 Madelline更說出了一句很經典的話 我認為這是所有接受到最後通牒的人 可能都會有共鳴的一句話 在還沒有決定好承諾的情況之下 被迫做出選擇的心情是怎麼樣呢? 又或是怎樣的事情 或是時刻 會讓尚未準備好的人下定決心呢? 婚姻是否真的需要一股衝動呢? 對於當時的Coby 真的是已經準備好進入婚姻了 也叫一個跟她一起共組家庭的人 而她滿心期盼的那個人是 Madelline她最愛的她 但是如果她真的沒準備好 那她也不想要再繼續等待了 她認為自己必須要為了想要成為家的目標 放下Madelline去尋找其他人 當時蠻腦子被婚姻這個概念充婚頭的Coby 可能沒有想到 她愛的Madelline的程度 真的是比她想像的還要深 究竟應該因為深愛一個人而等待對方 委屈自己在這個時間點 想要達成的目標結婚 還是應該為了達成目標 而去找一個跟你有共同目標的人來去愛呢? 也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來到誕生者展開泳池聯誼的時刻 Madelline很快與另一位男性參加者 Randle 一派集合 兩個人坐在泳池邊的對話 讓人隔著螢幕都會感受到強烈的化學作用 兩個人也因此對於彼此的另一半有所抱怨 而且產生感情上的連結 彼此對於這段感情所得不到的 在這一刻 在對方身上似乎都找到了 與一件重情一派集合來形容 Madelline跟Randle是絕對不為過的 而兩個人在之後的交談中 也討論到了彼此對於性生活的期待 整整人對話之中充滿了情慾的流動 彼此都覺得對方是外表很吸引人 在私底下的訪談之中 Madelline大方地表示 他已經看上了Randle 而且覺得自己很有可能會愛上對方 這個時期的Madelline 已經完全向Coby完全拋出在腦後 但感覺他對Randle的同居想像 是受到興趣時 是充滿情慾的 另一方面 Coby則對於一名女性參加者 Roran感到興趣 並且決定自己想要與Roran一起經歷這場體驗 在做出決定的夜晚上 Madelline和Randle不出意料地選擇 彼此作為未來三週的同居體驗對象 Coby則是沒有那麼幸運 因為發生了很多意外的轉折 Coby本來想選擇的Roran 突然接受了他的男朋友當場結婚 並且選擇退出體驗 因此Coby沒有辦法跟想要選擇的人配對成功 你看著心愛的Madelline 跟別人男人手牽手展開新的同居生活了 Coby與被強迫配對同居的另一個女性參加者 Apro決定攜手合作 在未來三週裡共同擬定策略 讓彼此的原配都能夠在最後成功地跟自己結婚 在後來的同居生活裡 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 Coby跟Apro真的是插不出任何的愛情火花 兩個人就像是好朋友、好室友 一般互相傾聽跟對話交流 而另一邊 Madelline則是跟新對象Randle打得火熱 甚至在第一次介紹Randle給自己的朋友聚會時 朋友們都一致通過表示Randle是個很不錯的對象 得到親近的朋友的認可之後 Madelline在訪談中表現自己很認真 在思考著應該要離開Coby 以及自己與Randle的未來的可能性 然而在一次的冰淇淋的約會上 Randle跟Madelline表示為了尊重彼此的原配 自己不會與她真的發生關係 而Madelline是非常需要肢體接觸以及關愛的人 她對Randle已經產生了有達以上的愛情情愫 滿心想著要跟她進一步發展 可望卻無法得到這樣真實親密接觸的Madelline 開始意識到Randle的無法取經投入可能會使兩個人產生隔閡 在一個男生與女生分開進行的社交夜晚 Randle很直接向Coby表示自己喜歡Madelline 認為她是很吸引的女性 也就為了她很多事情 更自爆自己在鏡頭外 有親了Madelline 此時仍然對於整個體驗 伴隨而來的各種可能性 維持尊重的Coby 已經快要壓抑不住自己的怒氣以及傷心的情緒 開始深深地害怕自己會因此永遠失去Madelline 而在女生的酒吧裡 Madelline在Randle的原配面前不斷地誇讚她的好 是她心中完美的男人 並且大肆地說Randle在親她的時候 產生了生理反應的事情 還有兩個人彼此多麼地互相吸引 整個對話之中沒有提到Coby 全都圍在Randle身上 在這個充滿酒精以及食慣的夜晚裡面 許多參加者的心裡都不平靜 最後最新興的Madelline回到公寓上 便朝著Randle直撲而上 恐怕與對方更多親密的接觸 Madelline再次被對方推開 Randle表示自己想要與她建立起感情的交流 而不是肉體上的 並且提起社交夜晚自己所聽到的關於 Coby在酒吧跟一個陌生女生親吻的事情 並且堅持她們應該要知道 並且要看起她們兩個的關係 這時候已經帶著濃郁的酒衣的Madelline 開始哭著說著為什麼要這樣對她 她現在一點也不在乎Coby 也不想要聽到關於她的事情 Madelline認為她現在只是專注在她與Randle的關係 並且再次抱怨Randle都不夠投入這個體驗 在與試驗的伴侶同居三週的最後一晚裡面 Madelline跟Randle一起共度浪漫的晚餐 兩個人敞開心扉 真心的對話 Madelline為了喝醉那晚的行為舉止道歉 並且表示很高興自己選擇她作為試驗伴侶 但是沒有辦法有親密的接觸跟互動 使得她覺得很可惜 且體驗不夠完整的地方 在晚餐的結尾 Randle給了Madelline一個深情的吻 在個人的反彈之中 Madelline表示她感到更困惑了 而在Coby跟Apple的最後一晚裡面 兩個人似乎愉快地玩著遊戲 每當兩個人似乎真誠地發現Bitz的好事 產生一些暧昧的情緒之下 兩個人也試著接吻 不過這個接吻 我個人是感覺比較偏向有餘的祝福之吻 在圓桌會議之後 隨即展開於原配三個人的同居試魂生活 重新在一起的Madelline跟Coby 因為很想念彼此 有一種小別甚新婚的感覺 兩個人的情感連結 以及肢體接觸都更加親密了 Coby說自己有前所未有的感覺 更加確信自己準備好去Madelline 不過希望Coby不要太過理想化的Madelline 很快的隔天告訴她 對她來說Randle的確是她心目中理想的對象 符合她的所有標準 並且在Coby問她是否覺得與她有未來的事 趁12點頭承認了 Coby瞬間又從天堂跌入了地獄 感覺自己真的要失去最愛的她了 在他們同居的日子裡面也發生了一個大事件 讓兩個人關係跌入到谷底 有一天Madelline發現Coby背叛她 跟節目外認識的女生曖昧長達3週 Coby堅稱是因為她在這個實境秀裡面 沒有辦法同等人獲得完整體驗 所以她這麼做是為了她 為了讓Madelline感受到一切是真實的 不只是Madelline在釐清自己的感受 而她也是這樣子 再一次兩個人大吵之後 Coby更直接離開公寓整晚搞消失 整天帶著酒衣回到家的Coby 看起來整晚沒睡 Madelline開始擔心 並且想要試圖跟她溝通 反倒這時候的Coby已經放棄溝通了 心裡深知自己犯了錯 但是自尊性極強了她 讓人左眼的不肯承認自己的出軌 是為了自己 堅持說是Madelline Madelline感受到生氣 受傷 失望等種種情緒 卻只換來Coby一句 我不值得你愛 關係進入到冰點的兩個人 在一次Madelline與朋友的聚會之中 因為同樣的事情在大廳廣眾之下吵起來 Madelline在眾人面前咆哮 Coby奮而離席 兩個人紛紛告訴Madelline這段關係 已經不值得了 因為她看清楚南方的真面目 在之後的日子裡面 可以很明顯感覺到Madelline的情緒轉變 以及對於Coby的不耐反 兩個人對於彼此的關係 逐漸產生很不同的感受 Coby不知道是真的這麼有自信 還是自卑感作祟的關係 不斷地說他們是感情最堅固的那一對 但是Madelline卻不這麼認為 這樣的來回拉扯 在兩個人某個晚上的深入對談中有了轉折 Coby認為Madelline是否可能是因為 自己的父母離異的關係 而因此不相信婚姻 並且對於任何事情都變得很挑剔 Madelline認為她的分析很有道理 且正因為如此 說明她是一個可以解讀她的人 在與Coby同居的時間裡面 Madelline逐漸打開心房 很明顯相較於之前溝通的方式 她成長了許多 也有許多心境上的轉變 在與母親的對話之中 Madelline表示自己需要得到朋友跟家人的祝福 並且告訴母親 Coby帶給她的快樂 但她還是由於自己是否做好準備 最後 Madelline的母親告訴她說 Madelline沒有完全準備好 我希望你能夠 因為這很驚訝 婚姻很驚訝 這句話給Madelline很大的勇氣去面對 在同居失婚的最後一晚 其餘兩個人共享晚餐 Madelline期待在當晚告訴Coby 她已經看到了Coby的改變 而她也已經準備好進入婚姻了 但是白目的Coby卻在當晚 又因為自己不承認別的女生是自己的錯事 而激怒了她 Madelline認為她真的沒有辦法 跟不承認自己錯誤的男人走一輩子 握著她的手激動地說道 我們兩個人不會有結果的 Madelline哭著獨自離開餐廳 在決定之日的前一晚 Madelline依然感到非常困惑該如何決定 Coby則表示 最不想看到的是她的傷心 也害怕從此失去她 終於到了回應最後通締的日子 Coby說了浪漫的情話之後 擔心下跪 深情地懇求Madelline嫁給她 此時 Madelline蹲了下來給她一個吻 並且點了我答應 Madelline正式接受了Coby最後的通締 兩個人甚至在當天 極公正結婚成為了夫妻 事實上截止於2024 他們已經有兩個寶貝女兒 夫妻兩個曾經在婚後的生活 跟家庭的氛圍 不管是重聚的日子 還是在婚後受訪的片段中 Coby又承認自己當初犯了錯 並且忠於正式的道歉 夫妻兩個更表示 事實上決定進入婚姻後 他們的感覺就像是並肩而行 在同屋燒船上的夥伴 不再是本來的針鋒相對 只堅持自己的想法的兩個個體 而這樣的感覺真的非常好 回顧過去為什麼Randal 與Madeline兩個人最後沒有在一起 除了與各自原配的情感聯繫 尚未斷掉之外 主要原因還是在於Madeline 希望得到Randal的熱情 以及全新投入 包括肢體上的接觸 卻未能夠如願隱藏 因為Randal的有所保留 是兩個之間最大的阻礙 這也是對比回到與Coby同居時 Coby對Madeline毫無保留的親戚舉動 顯示Madeline在感覺中 是很需要親密感的人 不只是經濟上的交流 肢體上的接觸 對他來說也是非常重要 許多網友可能不能夠理解 為什麼在發生這麼多事情之後 而且朋友們都紛紛建議Madeline與Coby分手 他最後還是選擇跟Coby結婚呢? 是不是被Coby控制了不夠理智呢? 網路上也有一段傳聞 說是在拍攝期間 Madeline發現自己懷孕了 就是因為小孩而選擇跟Coby結婚 但其實我個人逆風的認為 Madeline與Coby兩個人是真心相愛才結婚的 懷孕是後來的事 不過真相如何呢? 只有他們兩個才知道 呼籲了一開始的問題 是怎麼樣的事件或是時刻 會讓尚未準備好的人 向你決心結婚呢? 而婚姻是否需要一股衝動呢? 分析兩個人的心境轉得上 對於親密的舊友溝通模式 其實很有問題 當然在節目後期 我們可以看到 兩個人皆在明顯的成長 首先Madeline是個強勢的女性 而且對於想要的東西 絲毫不會妥協 另外 她常常在別人說了她不認同的話時 做出誇張的臉部表現 似乎在財人觀測 以及感同身受上面是非常弱的 但這是她呈現給外人的樣貌 躺過她的內心世界去探索 Madeline也承認 自己很少有展現脆弱的時刻 因此能夠讓她卸下新房的親密關係 對她來說是如此的重要 關於婚姻 其實她並不害怕承諾 她認為重點是對方是不是對的人 然而她渴望組織一個大家庭 甚至想要生五個 哈哈 因此 不如婚姻對於Madeline來說 本來就不是個問題 跟哪個人才是她在乎的核心問題 曾經Rindle跟Madeline 也過一段對話我個人很喜歡 而這段對話似乎在Madeline心中開始發酵引起她深思 在後來與母親的對話之中 Madeline也表示感覺自己總是在不停的找問題 是不是其實自己出了什麼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 探討的話需要分析她的家庭背景 成長經歷等等 就像是Kobe跟Rindle說過的 Madeline是個強勢且挑剔的女人 她理解並且包容她 但不確定Rindle能夠給予她相同的愛 而且探討她與Kobe的關係 他們兩個一直都存在許多隱形的問題 讓她不敢跟這個男人踏入婚姻 她一直覺得Kobe太過理想主義了 總是把婚姻想得像童話故事般 她也時常懷疑Kobe對她的愛是否是盲目的 不切實際的 另一個她不喜歡的點就是 她覺得Kobe是個很自戀的人 常常被她自大又裝迷似的樣子 搞得很不耐煩 最重要的是 她沒有辦法跟一個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 並且道歉的人走下去 但是Madden對於答應Kobe求婚的這種種種猶豫 在與對方的深夜對談之後 有逐漸清晰的樣貌 她開始了解到Kobe還是最懂她的 並且證明了她能夠用她需要的方式理解她 Madden也向母親強調 Kobe總是把她放在第一順位 這讓她感覺很好 Kobe是個非常熱情的人 雖然她有很多不足之處 她也會相信她並且去改進 而且Madden不想感到無聊 但是跟她在一起 她永遠不會感到無聊 在獲得媽媽的心靈支持之後 Madden感覺在此時整理好心情 下定決心接受求婚 要說Kobe的話 她除了有點自戀跟自大之外 其實是真的深愛著Madden 從日開始的個人訪談 很明顯的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於想到可能會因為參加節目而失去Madden 她的眼淚就在眼眶裡打轉 Kobe也曾經在大家還是單身的聯誼期間 在廁所裡崩潰痛哭 感受到自己正在拱手將Madden 讓給其他的男人 她認為這場試戀會非常艱辛 但是她必須全力以赴的試試看 否則就沒有辦法順利跟心愛的她結婚 雖然手段不被認同 但是我認為拍攝期間 出去找別的女生的Kobe 只是為了獲得跟Madden一樣的體驗 跟原配以外的異性 建立情感上的連結的感覺 以測試自己是否是真的非Madden不可 Kobe的行為完全忽略了最一開始 她告訴Madden的 我覺得能夠這麼成熟冷靜的對於自己心愛的人說出這樣的話 其實並不容易 Drape他是真的深思熟慮認為參加這個節目的體驗 對他們各自來說都是最好的選擇 結果也證明了 是一對修成的正果 並且創造的屬於他們兩個人幸福家庭的生活 當然看完整體節目下 最後衝擊的這件事本身 到底是對還是錯呢 答案就是見仁見之囉